他们现在采用的是超级月 现场超级月 这个也是一个在古月配合里面也是有一定的难度 我现在看到的是三个古 那么这三个古都分别是中高低音的三个古 那么这三个古再加上我看到 还有其他的一些螺 茶 还有其他的一些超级月器的一个配合 那么通过这三个古月的一个配合 现场超级 那么现场超级月有一个好处 好处是什么呢 它会看着你的龙的快慢来进行配乐 如果你的体能出现问题 或者动作调整不到位放慢的速度 它的现场的音乐也会慢慢的随着龙 也会放慢 那么这个配合也是比较准的 但是唯一不好 你要掌握好时间 因为音乐它剪辑 它是等于是有一个时间规定 我音乐结束就时间到了 但是你这个超级月呢 你必须套路的节奏要控制好 要不然呢 这里慢一下 那里 慢一下 容易超级 如果太暢顺太快的话呢 这个龙的速度快了 这会就提前结束了 又出现了那个时间 超级跟时间不够了 也会扣分的一个扣分点 那么我们比赛是7到7 那么不能够低于7分钟 也不能够超出10分钟 那么每超出1到15秒呢 扣0.1 超10也不行 对 超10也不行 超1秒都要扣0.1 不够也不行 差1秒也是要扣0.1 所以现场超级月呢 它还是有一定难度 有一些难度 会加这种难度分吗 它如果是现场音乐 它只是艺术表现 古乐的 就是我们说音乐的一部分 体现的是艺术分 那么艺术表现里面呢 我们有 除了你那个 音乐之外呢 你还有那个 运动员的一个精神 面貌的一个评分 还有了我们的编排的结构 那么还有加上 你那个音乐的一个 配合 那么这三部分 合起来才是 三分的一个分值 我们的比赛场地的一个边线 这个位置呢 也是要很小心 设立了整个面积的一个地方 那边都有边线 那么在五龙的过程中呢 经常都是要拉开这个龙来游走的 那么在游走的过程中呢 很容易就靠近这个边线 那么龙珠 你也得要看准了 那要因为你要 龙是跟着你来走的 你要带 带好 如果你带到边的时候 不能够把龙引回去的时候呢 很容易 一旷张的时候呢 很容易就踩 踩到这个边线 一踩这个边线 又踩一次又扣分 踩一次0.1 踩一次0.1 那么这个呢 是很冤枉的一个扣分 对对 这个不是跟技术有关的问题 对 是你走的位置走出 就是千万不能越过边线 对 所以龙珠也很关键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个我们 就是看到这个龙珠 我们在怀疑这个龙珠 我们现在看到 龙珠在不断的变化 寻珠 追珠 见珠 玩珠 用珠 你所体现的是要 这个龙珠 是要龙来追着你来走 而且你五龙珠的人呢 也一定要跟龙头有交流 所以它是互相的一个配合 在东南亚来说呢 阿尔门这个队伍呢 也是比较强的一个队伍 我们有两届的一个亚洲四类运动会 也是在澳门举办 他们我们现在看到它的龙呢 其实也是叶方龙的那种道具 它是带一种荧光的一种颜色 这个是玩珠了 这个珠呢 追到之后呢 它的龙呢 用龙身把那个珠给缠绕起来 在里面玩 这是我们弄珠玩珠的一种表现 那不让那个龙珠出去 就用龙身把那个龙珠缠起来 然后在里面慢慢地玩耍 其实就是一个大力圆 一个圆形的一个造型 那么在这个运动过程中 这个圆一定要保持那个圆的 那个整个圆的那个形态 也比较饱满 不能够起脚 这个龙珠 这个龙珠跳了出来之后 这个龙就在追这个龙珠了 好 现在追到这个猪了 然后 哦 龙终于找到猪了 对 追到 它刚才是围着来玩的 不小心地猪跑出去 爬了出去 经过一番追这个龙珠 现在追到了 但是这个龙珠呢 下面打转呢 它是很仔细地在观察 也是很小心地去观察 这是一个圈旁的一个动作 穿越的一个动作 那么这个是在我们五个动作结构里面 也是经常用的 好 龙拉开之后呢 又组上了 又追到这个猪了 用身体又把这个猪围起来 哎 这个猪有点调皮 刚才你跑出去 现在那个龙了在看 你不要再跑了 我就追着你来玩 其实它交代的 也是这个故事的一个情节 不是说有很多你看 哎 这个猪又跑出去了 那么 哎 找不到 突然就不见了 哎 找不到 突然就不见了 好 好 现在开始 咦 怎么不见了 在寻龙 寻找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是一个半棱的一个动作 哎 怎么前后找来找去 就找不到 好 现在又出去追了 这个猪跑得出去 龙又出去追这个猪了 它都是这样子来来回回的 跟龙猪之间的一个交流 好 一追到又把它盘起来 把它留在中间 来这里玩 那就很高兴了 就抓到这个龙猪了 这是一个翻腾的一个动作 在这个表现过程中呢 不然出现有搭度 好 这是我总决定的